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六月三十 星期二六月的最后一天 我在外头继续来讲 这个以赛亚书 在外头坐在这个羊山底下 像在卖柠檬汁 不过真的很享受 现在夏天这个天气 好我们继续来看 以赛亚书四十七章 今天我们来看第四十七章的整章 上帝要审判巴比伦 其实昨天看他的这个四十六章 就已经提到上帝要审判巴比伦的假神 他们的偶像 那四十七章上帝在把这个整个的偶像崇拜 或者是整个国家指出他们的问题来 他这边说到巴比伦的处女 下来坐在尘埃迦勒底的闺女 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 因为你不再成为柔弱娇嫩的 要用磨磨面 接去帕子脱去长衣露腿躺喝 你的下体必被露出 你的丑陋必被看见 我要报仇 谁也不宽容 这里谈到加勒底人的 或巴比伦的毁坏 巴比伦在蛋以理的时代 才整个的被攻打 那那个时候 整个巴比伦国都已经被波斯人给占了 给古列所占了 剩下一个层 但那个层还自夸很多 他们有很多的存粮 可以弄个十年都不会垮 结果最后在一夜之间就垮了 据历史查考可能是波斯 后来使用了炸药把他的下水道给炸开了 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说法之一 那有的人说这不可考察 但不论如何呢 巴比伦要被灭 巴比伦的这个处女 就是原来就是巴比伦的名的意思 他做了一个这个比喻 也就是这些高贵的巴比伦的妇女呢 要变成像是这个 要被卖的这个奴隶一样 第四节说 我们救赎主的名 是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 加勒底的闺女啊 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 因为你不再成为列国的祖母 或者是王后 用完这里就是王后 我们所有选民的救赎主是主耶和华 而加勒底他们不再当王后 第六节主说 他解释 我向我的百姓发怒 使我的产业被亵渎 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你毫不怜悯他们 把急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 上帝会使用这些不敬钱的人 来管教他的子民 因为神的百姓 若不是神的管教 我们也可能很难真正想要信主 这是我们的真正的属灵状况 所以常常神 神就是把人搬到另一个国家 把人迁移到另一个国家 使你离开你原来舒服之地 然后最后来寻求上帝 以色列人也是如此 被搬到加勒底搬到巴比伦 但是上帝原来的意思是说 让他们学到教训就好了 可是巴比伦却极其地压迫 犹太人 极其地压迫上帝的选民 所以毫不怜悯他们 然后第七节说 你自己说我必永为祖母 我会永为王后 其实这个是人在掌权的时候 实在需要知道的 没有一个人的权柄 是永恒永远的 我们总有下台的一天 顺便也提到 你再不喜欢哪一个政府 他总有下台的一天 没有一个是永恒的政府 所以 但这个政府呢 这个巴比伦政府说 所以你不将这些事放在心上 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 就是难道你不知道迟早会改朝换代吗 难道你不知道 上帝可以兴起你 也可以使你灭亡 这个是上帝一直在人间 不断做的事情 美国如此 中国如此 香港今天6月30号签的国安法 大部分都说这是香港的 算香港的结束吧 作为独立个体的一个结束 但不论如何 中国的政府有一天 要面对上帝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的政府 都要面对上帝 这个是我们在掌权者 这个巴比伦 他没有想到 他说我永远当皇后 No 没有人可以永远的 然后第八节再指出他们 你这专号宴乐 安然居住的 现在当听这话 你心中说 唯有我 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 我也不自寡居 也不招丧子之事 就是没有什么任何坏事 会临到我 这是有钱人常常会有的一个错觉 当你发现别人还在坐飞机 买不到机票 而你有钱 你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的时候 就是要这种生活是我们一般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经历过的 可是你当你在那种情形下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错觉 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灾难能临到我 我一张支票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这种心态 所以巴比伦的这个掌权者 治理者也是处在这种心态里面 他们有钱 他们觉得我们不会有任何事情 第九节说 哪知上子寡居这两件事 在一夜之间避临到你 在一日转眼之间避临到你 也就是巴比伦被灭的那一天 在但以理书上面记载出 一手指头出现在巴比伦的王宫里 那一夜巴比伦就灭了 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 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 所以巴比伦跟世界上任何的国家都一样 这些掌权者都很迷信 找了一大堆这种算命占卜的东西 结果发现一点用都没有 但以理书也记载了 这些占卜师这些术士 完全没有办法连上帝写的字都念不出来 第十节你素来仰仗自己的恶行 说无人看见我 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邪 人真的是这样 人里头的邪恶 当我们受教育越高 若不是神的灵掌管 教育越高使我们更偏邪 我们用教育来 用我们的高等的学历来做坏事 而且他这边你心里说 唯有我出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他说I am alone 这种唯有唯我独尊 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的这种心态是真正的 巴比伦的偶像背后的真正的一种心态 也就是人之所以要偶像是要偶像听我的 那其实我们所要的是这种唯我独尊的生活 我不要上帝来管我 不要上帝来审判我 那十一节说 因此祸患要临到你 你不知何时发现 灾害落在你身上 你也不能除掉 所不知道的毁灭 也必忽然临到你身 今年2020就有这种感觉 你可以是任何国家的总统总理 但你也可能得病而灭亡而死亡 这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不会有事 12节说站起来吧 get up stand up 他说用你幼年老神施行的符咒 你来跟我来对抗 和你许多的邪术 或者可以得益处 或者可以得强盛 但是他13节说 你筹划太多一致疲倦 这是所有这种掌权者 他不断的用各种的权谋 不断的在做些事情 发现他们其实是疲乏的 让那些观天象的 看心术的 在越说说预言的 都站起来 就你脱离所要领导你的事 所以他再次嘲笑巴比伦的这些占卜 这些偶像 这些邪术救不了你 我们真的你要知道 所有那种邪术的人 最后搞这种巫术的人 最后你要付钱的 而且我说的不是钱 而是你要拿你的命来换的 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在帮你 其实到最后是毁掉你 魔鬼也不做赔钱的生意 你要知道为什么他要帮你 第14节 他们要向碎街被火焚烧 不能就自己脱离火焰之力 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 也不是可做在其前的火 这个真的给我们感受到 巴比伦王那时候想要烧死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结果烧不掉吧 反而是那个 抬他们进去的那些军兵被烧掉 那这边主在这边用另外一个比喻 在说 你看这个 你们反而要被烧掉 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益 从幼年与你贸易的 也都各奔各乡 无人救你 所以给我们看到 离开上帝的这个巴比伦 上帝要审判他 那也给我们盼望 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感觉好像 主没有看见 主不知道 主不审判 但 这边给我们看到主会审判 主知道的 好 我们今天到这儿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主 谢谢你 你在这段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到 你真的查看一切 主 我们真的要敬畏你的心来 侍奉 来生活 主 我们每天所做的在你眼前 有一天都要审判 主 我们有的时候 在欢乐的时候 在发财的时候 会欺骗自己 假装没有审判 假装为我独尊 但主你怜悯我们 用这些话语提醒我们 没有一个人是可以 永远掌权 永远不负责任 永远做我们想做的事 而没有后果的 主 谢谢你 你继续使用以赛亚书 来带领我们 来 来喂养我们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今天到这儿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